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京话》就是第七种方言 好了 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北习而老 南义不越 所谓北方的汉语 经过反复的所谓阿尔泰化之后 加了很多阿尔泰语的特征之后 终于成为了现在我们北方画的原形 现代北方画语言里头 原来古汉与声母的清族对立就没有了 本身有清音 续音 但是一去到这些北方画里头就没有了 续音就清化了 声调由本来区分阴阳的平上去 入四个声八个调 是归聘为平分阴阳 入派四声 只有阴阳上去的新四声 使得声调系统大规模简化了 而这些都是分不清楚清俗 没有声调的阿尔泰语言受到他们的影响 南边又怎样呢 南边的所谓加了吴越又怎样呢 它的现象主要反映在南方的各大汉语方语中 南方语和北方画的巨大差异是有目共脑的 和北方画较多受到阿尔泰语言影响不同 南方各个方言 就比较多受到南岛语言的影响 这个亦造成两者巨大差异的原因之一 就南方各大方言来说 共同点就是什么呢 比较多保留了古代汉语的成分 各有相同或者类似的南岛语系的特征 但是和北方画内部高度的一致性是相反 他们之间全有巨大的差异 这个主要就是由北方汉人在不同时期的南迁 和受到不同时期的北方画和南方当地民族演的影响所造成的 所以北边多了一些杂音滲进去 南边亦多了一些杂音滲进去 究竟汉语共同语的形成是如何呢 如何终于形成了现在我们用的共同语言呢 我们看看吧 首先我们开始讲回头就是什么呢 雅然的形成 汉民族在周代 从原先的华夏族对变而形成 所以汉语也是在周代形成的 而汉语形成是以雅然的产生作为标志 所谓雅然就是周代以来 通行在中原地区一种汉语的共同语 因为雅的古音和夏是相同 或者相近 所以雅通价作为夏 雅然就是夏然 即是夏人之言 即是夏代人的说话 雅然虽然是夏代之言 但实际上并不是远古时代建立夏族的说话 而是以周族人的周语作为基础 是吸收了前代的商语 商代语 有商代语的成份 而形成这个所谓夏语 并不是真的夏朝 是到周代的愿 到周代 在以商文化作为代表华文化 通过雅然 承载的文献传播 而到了诸夏各国 令到源自不同族系的中原各国人民 凝聚成为一个 拥有共同文化的民族 到当时我们称为漢族 开始有漢族 西州建立在西都关中的号经 延续275年的西州 同时亦都营建了中部河洛地区的洛义 作为东都 在历史上也称为东都成州 因为由成王 周成王就开始在那里建立 将首都人口大批 是迁去那里定居 后来又迁都去洛义 又延续多了五百多年 根据左传记载 他说 昔成王合诸侯 成州以东都 崇文得然 由这句说话看到 西州的政治中心是在浩经 而他的文化中心是在洛义 发展到东州的时候 两个中心开始是合一了 周族是兴起西部 并向东扩散 周宇也因此跟着周刑的步伐 一起向东扩散 周朝在政治上采用了封建的联邦制 但是分封的诸侯各国都由既圣的皇室统治 这些人自然就把雅然的口语 形式带了过去 中原地区的诸夏各国 在建国初年 由周朝皇室的成员 带到各地去的周语 应该是统一的 但是后来经过几百年的自由发展 结果他们的语言 和他们当地的土著的语言 互相影响 自然就成为了在方言上的分歧 河洛地区的方言相对来说是比较纯正 和关中地区的方言是比较一致 这是成为了雅然的基础方言 但是也形成了此后历代汉语的标准语 大都是以河洛地区的乐生泳 乐语 中原雅音 中原正音 中周音等等 作为基础的一种传统 而书面的雅然 又对口头的雅然 起了规范统一的作用 所以到这个时候的雅然 其实书面语和口语应该是差别不大的 大家差不多 但是根据研究 书面的雅然是什么时候可以有书面语 书面是在东周时期形成的 在这个时候突然推广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时期有几种原因 就是文学繁荣 因为周朝从这个商朝继承了汉字 自力于推广到贵族阶层 一方面又设立了游牵侍者 所谓游牵侍者就是一种轻便的大使所坐的车 周围去他们 去各地彩集记录文歌歌谣文谣等等 并且整理成策 这就是后来所谓流传五经之首的诗经 其他各经也都在周代 成书和流传 周代文学的繁荣 也都成为了雅然书面语的形成 奠定了一个基础 第二个原因 因为当时的教育是比较普及的 周朝还建立了一套 完整的贵族教育政策 一种制度 中央设立小学和大学 各个诸侯国有场有序等等的地方学校 凡是贵族子弟 八岁就要入小学 初步学习字和日常的礼仪 十五岁 可以入大学继续学习 研究前代的经典文献 到孔子第一个提倡 要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推广了平民教育 使得文字和雅然 都普及到一般的平民 已经不再贵了权利 官方和民间 还编写了不少的同蒙识字课本 用于小学教育 并且促使了文字学的产生 成为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滥伤 由于小学的教学内容 主要是识字 所以漢代小学家 将中央图书馆里面 收藏的关于漢字的课本和词典等等 都全部叫做小学一类 以至于小学这个名词 引申出一个新的定义 小学就是文字学 到后来 从文字学又分化出 专门研究字语的所谓训古学 专门研究字音的所谓音韵学 与专门研究字型的文字学 并列三样东西 文字 声韵 训古 是总称的小学 成为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一种习惯的称谓 就是这个时代开始的 第三样东西也造成影响 就是当时百家争鸣的时代 文人学者纷纷著书立书 周游列国 游水诸侯 他们还开设了诗熟秀徒 创立各种流派 进一步促进了文字和雅然的普及 这样的雅然 就是以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 不断从那时开始 去推广到全国 主要 当然所谓全国 就是中的诸夏地区 好了 但是这种雅然 又开始分化了 雅然的形成之后 汉语是圆着书面语和口语 这两条路径是平衡发展的 由于几千年来 汉语书面语通过 以四书五经作为代表的 大量古文献传下来 读经和学习 文言文是不可分割 所以导致汉语的书面语的发展 是非常之缓慢 并且和口语开始分道扬标 因为口语的传播是快很多的 发展快很多 经过历代继续发展 书面的雅然 就成为了后世 我们现在叫做文言文的东西 所以雅然发展在后代 即是存在在书面语里头 口头的雅然没有了 在口头上的口语化里头 分为了不同地域的所谓方言 在书面语的相对稳定不同 口头的雅然 不仅是和书面的雅然 不仅是和书面的雅然 差别越来越大 而且口头的雅然 在诸佑各国 已经开始有些言语異声 所谓言语異声 这个是孙文解字用的词语 他说当时的字已经是言语異声 即是说了 可以证明到当时的方言 差别到如何呢 是互相听不清楚 听不明白的地步 大家的方言 你讲的方言和我讲的方言 大家都不明白 书面语和口语 是越来越走得远 书面语是统一了 大家能够看得明白 但是说话呢 大家都说不明白 所以这个是开始严重脱节的 好了 第三种我们叫通语 通语是什么意思 到战国以来 语言言语異声 这种现象 西汉末年文学家杨洪 花了27年的时间 在首都长安 向来自各地的人士 收集各地的语言词汇 编成一本叫做 游献士者绝代语 识别国方言 简称就叫方言 这本书 成为了中国第一步的方言 比较词汇 可能是全世界的 全世界都没有的 这是中国第一本 比较各地的方言词汇 开创了中国所谓的方言学 所谓绝代语 是指前代语言 所谓别国方言 是指不同诸侯的地域语言 包括周边各个民族的不同语言 在方言这本书里 杨洪提出了通语这个名称 通语又叫做繁语 又叫做通明等等 有这样的概念 通语有两种 一个是全国性的通语 一种是比较大范围 在国内通行的一种通语 具有一种大方言诀的性质 秦朝西汉至新往时期 这三个朝代相计都见多在关中地区的咸阳和长安 所以这三个时代 总共有244年 通语开始受到关中地区的方言影响 这个时候的关中方言 已经不是西周时代的关中方言 而且只不过是秦代的方言 已经变成了 好了 这种雅然后来 又变成了南北分裂 到西准末年 因为发生我们说过 八王之乱 从北方草原 逐步向南儿的匈奴 鲜碑等等民族 趁这个时机 乘机攻入了中原地区 开始了中原地区的所谓 历史上称的五胡乱画局面 五胡乱画 令到中国开始陷入 汉人和胡人 南北对峙的局面 这种局面 令到雅然也分裂成为南北两种 到西准的永家之年 俊朝皇室率领着大概一百万左右的中原汉族 大规模向南迁 并且在原本 中国东吴的首都建业这个地方蜡烛 建业就是今天江苏省的南京 将它的名字改为建康 所谓建都以建康 建康就是今天的南京 重建俊朝 在历史上叫做东进 这次汉族人口大规模南迁 令到汉族内部开始出现了北方人和南方人的区别 在语言方面 由于汉族的使用者 汉族应一分为二 有些走了 有些留得在 于是汉语也分裂成为南迁的汉语 或者北流的汉语 留在北边的和南迁的两种 形成了北方画和南方画的巨大的差异 东进和南朝的宋斐两层 相计改朝换代 五个汉族政权 连续统治了地区 是273年那么久 在这段时期 中原汉人和当地的土著 五日 是和睦相处 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 所以 搞到上古时代的所谓雅音 开始慢慢滥染五月 就是这个时代 就是慢慢加上了五月地区的方言来律 而在北方呢 先碑人 逐步统一了北方的五湖 结束了所谓五湖十六国 那个一百多年的混乱时期 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北魅 北魅当年后来亦都分为了东魅西魅 又再分为北齐北周 成为了南朝和南朝 是长期对峙的局面 北朝时期 有更多湖人 是撤入到中原地区 令到居留在当地的汉人 是变为了少数民族 北魅以后的东魅西魅北齐北周的统治者 都是汉化了的鲜卑人 鲜卑人 学说我们标准汉语 当然 主要是什么汉语呢 就是当时留在河洛地区的所谓雅阴 免不了将它加入了很多改造和简化 从东晋时期的五湖十六国 一直到北朝的结束 汉化的湖人 连续统治了中原地区 大概有265年 在这段时间 他们和当地的土著汉人 互相学习 对方的语言 令到上古时代的所谓雅阴 开始是北杂而露了 开始由胡人的说话侵陀了 形成了受到巨大影响的北方的中原雅阴 这个时候本来的雅阴分了南北两边 有南边的雅阴和北边的雅阴两种 南北朝以后 徐朝开始重甄统一中国 徐代初年 隔音是两种雅阴不统一 有一个学者的陆发言 他邀请在长安的语言学家 隔音是三种雅阴不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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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 就是山东的林义市 历代的祖先都住在建康 就是今天南京 所以本来是南方五人 又在北朝长期做官 所以在讨论之中 一决定讨论之后 结果陆发言是执笔写了中国第一部的《韵书》 就是《反撤注音》的词典 这本《韵书》叫《撤韵》 当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是失传了 主要的内容是在后来的修订本上 但是正确的《撤韵》这本书 到现在我们已经是找不回 将这两种雅阴折衷起来 是确定了南北兼户的书面语的一种标准音 由于是时俗共众 所以南北方都能够接受到 而且成为了徐唐后来以两代都好 以这个作为一种典范的所谓官运 所谓官运就是官方认可的注音 到了西魏、北州、徐唐 相继见到在长安 四大王朝延续了375年 北方的中原雅阴的基础 就是从所谓落下阴 即是河落的方言 逐步转移到关中的方言 慢慢变成关中 即是秦阴和汗阴 即是由河落的阴 变成秦阴和汗阴 这个时候的秦阴 大概就是当时已演变的秦阴 并不是秦阴时代的秦阴 由于徐唐、徐朝皇室 徐朝皇朝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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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皇室是严重胡化的 因为两个时代的统治者 都不是纯粹汉人 所以当时的关中方言 所谓秦阴、汗阴、唐阴 其实已经不纯粹汉语 已经胡化得很厉害 为什么我们知道 徐文帝阳坚的皇后 独孤士 就是有一半汉族血统的鲜卑人 他们的儿子徐阳帝 有四分一的鲜卑血统 唐高祖李渊的妈妈 独孤士 是徐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 所以李渊本身有四分一的鲜卑血统 李渊的窦皇后 是有一半汉族血统的鲜卑化匈奴人 她是宇文泰的外宣女 是北周武帝宇文翁的外宣女 所以也是胡人 她的儿子 唐太宗李世文 就有超过三分一的鲜卑 匈奴血统 李世文的皇后 掌宣氏 掌宣氏的祖宣是鲜卑王族托拔士后裔 所以她的儿子唐高祖李治 最少有四分一的鲜卑和匈奴血统 从此之后 唐朝皇室的血统 虽然是重新汉化 但是皇室的成员仍然和汉化的胡人家族 例如独孤氏 掌宣氏等等 和那些家族通婚 所以保持了一定成份的胡人血统 例如唐宫中的五世孙 唐代宗李渊 就娶了一个追封做正义皇后的一个 本身就是独孤氏的贵妃 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是李炯 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是华阳公主 后来一个女儿道士 庆华真人 这个道士就是有胡人血统的公主 唐代以后 中原地区经历了后梁 后堂 后进 后汉 后洲 连续更替的五个时期 共有五十四年那么久 在北宋168年 从五代到北宋222年之间 首都一直在河洛地区的开封和洛阳地区 河洛方言又上升到雅然的基础方言地位 称为宋阴 汉阴 当然这个汉阴和唐代汉阴不同 又叫中周阴 中原雅阴 中原正阴等等 北宋初年一批学者奉旨去收定 奉皇帝的命令去收定徹运 改篇做新定广 这本就是后来的广运 宋真宗大宗长乎元年 学者陈鹏年 丘雍等等人 奉置在前代的运输基础上 是编修 又一次收定广运 改篇做大宋重修广运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简称为广运这本 由于广运 因为曾广运的切运而成 所以除了曾字加注之外 布木也有增定 采用切运的音系 所以他的书面标准音和当时的口语 是严重脱节的 静康之难之后 北宋是亡了 宋室行传的王子赵溝 所谓宋高宗 是拿了杭州去做他们的行载 杭州当时叫做林汪 作为一个林氏首都 重建了宋朝 这个历史上称为的南宋 和金朝认成了 以淮水为界的南北朝对峙局面 终于是和金朝对峙之后 持续了152年那么久 宋室南迁 自然又将河洛地区的宋阴 是带到南方 同时 旅真人又不断迁入中原地区 在汉化过程中 是换用了汉语 一来 原本统一的中原阴运 即所谓宋阴 又要一分为二 不在中原地区的中原瓦阴 和一种留在中原的中原瓦阴 即是两种中原瓦阴 这个又是南北分裂了 今朝中期 有个学者叫韩道超 他将广蕴 原本的206个蕴 归聘成为160个蕴 平时一本叫《改聘五阴杂吻》 后来在历史上 我们叫做《五阴杂吻》那本书 今朝后期 有一个叫金瓶水书籍 黄文玉 篇了一本叫做《瓶水申刊吻略》 这本书现在又是不见了 将206个蕴 归聘到只剩106个蕴 这个我们叫做《平水蕴》 南宋后期 学者流淹亦都篇了一本 《淫子申刊礼部蕴》 将206个阴 改为107个蕴 即是说将中原阴蕴 改了很多次 元朝中期 江西人周德清 一本叫做《中原阴蕴》 主要是作为创作圆曲之用的 根据统计 这本书 反映了当时北方画的实际厚音 但是反映的是哪个地方的厚音呢 现在学术界有很多争议 仍然是没有人能够定定 但一般来说 它大多数反映的是属于大刀画 所谓大刀 即是元代的所谓北京画 好了 这种北京画 慢慢慢慢 大家可以看到有些眉目了 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国语呢 开始来了 所以 开始 转为一种现代汉语的标准音 就是北京画 但是北京画又分开几个转变阶段 一个是上古 一个中古 一个是现今 上古 一个北京画 因为北京 古代称为燕 而是燕国的地方 春秋战国时代 地处中原地区是东北国 亦都是中原和东移 北地三个地方交会的一个战略要冲 所以当地的民族成分是非常之复杂的 在商朝末年 北京地区的燕山脚下 曾经有一个古老的燕国 燕人是以燕指条图腾的 所谓的燕 属于东移的族系 东移人 即是换句话说 追上去就是等于痴尤的后裔 周武王建立了周朝之后 封的弟弟孝公识做燕公 正式结立了燕国 在那里做什么呢 在继这个地方做首都 继即是今天是哪里呢 即是今天是北京市的房山圆 房山圆大家 文明就是一个州口店 州口店上面有个什么 北京圆人 有个北京人的人头骨出现的地方 房山地区 好了 周人建国之后 一方面带了周文化进来 一方面也融入了当地的土著 早期和中原地区很少来往 所以一直处于一个中华文化 发展在边缘地区 古书之中 技术也不多 当时的燕人的语言 应该来说 是不同于中原地区 以雅然来代表汉语的 当时他们说是和我们有些不同的 后来 燕国不断扩张 陆陆陆陆陆陆吞并了周围一些小国 到春秋时期 比较大的范围抗充到什么呢 西边去到今天山西省的东北角 南边去到今天河北省的中部 北边去到今天辽宁省的西部 东边一直发展到海边 战国初期 燕国更加强死上来 姜土是进一步扩大 并且主动地融入了中华文化 到燕超王的时候 即是竹王金台一个燕超王 麗精陶治 成为了战国七龙之一 在全盛时期 东边是有朝鲜、遼东 北边有林湖、楼梵 西边有云中、九元 南边有枯陀、液水等地方 这些地方 国土相当的辽阔 天光末期 燕国为了制止秦国 吞并他 太子丹 大家记得这个故事 曾经派遣荆窝去行释秦皇凝政 结果加速了燕国的灭亡 如果大家不记得一段历史 码广告 可以看看最近的大秦众 大秦夫 刚刚电视剧里有大秦夫这一套 就是说这段历史 秦智皇统一了中国以后 经过汉藝西进等等朝代 燕国地方 反复设立了郡治或者皇国 在这个时期中原的汉人 因为战乱等等原因 不断地迁居到燕国地区 形成了所谓上古 燕羽 北方画的土域 就是上古的北方画 就是上古时代的北京画 由这个时代开始建立了 好了 接着到中古时代 中古时代就是东晋五湖十六国时期 先卑人这个慕容晋 建立了燕王朝 历史上叫做前燕 也是建多在继承 继承就是今天北京 建立了多久呢 只不过短短十七年 后来就被底族人 附红建立的前秦消灭了 从北艺到唐朝 大多数都在燕地设立了幽州 以继院作为首府 五代后梁的时期 燕王刘守光在幽州建立燕王朝 这个在历史上就叫做五代燕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很多的燕朝 历史也只是仅仅两年 被后梁消灭了 在这一段六百年的时间里 北京画 不管是谁做黄德鲁 画是不断地演变 不断地北习而老 加了很多当地的方言 亦多了很多胡语 加了进去 形成了后来的所谓中古时代的北京画 近古的北京画又如何呢 到了公元938年 五代里头的侯晋高组石敬堂 为了感谢廖朝协助他推翻后堂 是将北京地区作为核心的大片土地 所谓燕云十六洲 割让给廖朝 也叫做邮继十六洲 廖朝在这里刺立了南京道 将为全国五道之一 所谓道就是今天的省 首府就是色津府 色津府 色津府就是今天的北京 当时叫色津府 其余的四道和首府 上京道临横府 即是今天在内蒙古的巴林左旗 中京都大定府 即是内蒙古的宁城西 还有东京道的辽阳府 即是今天辽宁省的辽阳 还有西京道的大同府 即是今天山西省的大同府 是建立了这四个 全国是分为五道的 从后洲到北宋中原的王朝 一力都想致力于收复燕云十六洲 并且多次和辽朝作战 可惜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 金朝崛起来之后 开始进攻辽朝 北宋和金朝联盟打辽 辽朝推翻了之后 金朝将燕云十六洲 威还给宋朝 宋朝将哲津府 改名为燕山府 仍然是今天北京的地方 可惜好境不长 两年之后 燕云十六洲又被金朝抢回 燕山府改名为燕京 没多久之后 就导致了北宋复亡的所谓靖康之难 到了今朝的中期 金的废帝元颜亮 元颜亮是历史上叫做海灵王 很少叫做废帝 通常称它为海灵王 决定将燕京 扩展成为中都大庆府 而且从上京汇宁府 迁来这里做京都 直到六十三年以后 金朝才再次南迁 到南京汴梁府 汴梁府就是河南省的开封府 这个就是北京成为 正统王朝首都的开始 由那时候开始 成为中国第一次的首都 北京 所以北京最早叫做祭 唐时又叫做幽州 这些名字不同的名字 搞得很乱 看历史的时候 原来就是那里有什么问题 所以在大概一千年前 舍丹人叫做廖 占领了幽州城 在这里建立了城 将继承改成燕京 今朝在继承建都之后 改成中都 元朝建立之后 将首都搬去北京 就叫大都 元朝推翻之后 明朝初年 大都改成北平府 后来北平到明成祖的时候 才迁都去顺天府 改北京做京师 从此之后 才用了北京的名字 所以说由古代的继 一直到北京的名字 经历了很多次演变 这个袁岩亮 本人是一个文通武略的皇帝 他至少是仰慕中华文化的 他精通汉学 能思善文的这个人 而且他是不满足于跟南宋 是南北对峙 他想整个中国拿光 意图继续南下 想消灭南宋 所以你看到他有首诗 万里居书一运同 江南喜有别疆风 提兵百民西湖上 立马吾山第一封 这首诗是他写的 他有效法秦始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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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 不允许江南 不允许江南 不允许江南